六點多下班尖峰車流量大 一輛白色貨車來到路口左轉 結果下一秒碰一聲撞上行人 駕駛發現闖禍了 趕快停下來查看對方傷事 女子躺在地上痛到爬不起來 警方貨報到場由於貨車就停在路中間 一度造成交通堵塞 於是幫忙指揮交通 並協助傷者送醫 事發在新北市三重 當時駕駛要往重陽橋方向 來到路口停下來 等對象沒有來車 準備要左轉 結果就發生意外 受傷的是72歲無姓婦人 要去家附近的佛堂 看到綠燈過馬路 結果被貨車撞倒 造成他骨折 事後對肇事駕駛提告過失傷害 法官審理過程中認為 40歲的零姓駕駛沒有禮讓行人 考量他當下有主動向員警坦承 自己撞到人 符合自首要件 最後判他有期徒刑四個月 可一科罰金十二萬 還可上訴 四個月相對於他受骨折的傷害 是算不清的 那我們如果仔細看一下他判決 法官是有記載到 好像說到這個被告塑形不佳 然後沒有跟被害人賠償 我想這個可能是法官比較 側重了一個點 還有在行人穿越道上 撞到自行人受傷 這也是一個法定的加重私有 被告駕駛是什麼原因過失傷人 以及被害人的傷勢嚴不嚴重 是法官主要考量的依據 再加上雙方遲遲沒有達成和解 架使最後被判刑 貼片訊的張家寶 黃金門新美式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